一票否决反对废除一票否决权。联合国再次被推上风浪口。 10年时间发展,联合国现今已经拥有195个成员国,其中有5个国家是常任理事国。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7条,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9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统一票表决之。 也就是说,即使该决议得到了大部分成员国支持,常任理事国可以行使一票否决权使得安理会的决议无效。 2004年,就是因为美国行使了一票否决权,导致了安理会在25日进行的表决中,为通过一项谴责以色列暗杀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精神领袖亚新的提案。 举个最近的例子,201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美国再次动用了一票否决权。 近日,据塔斯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1日,联合国举行了一场关于安理会改革的会议,该会议就是希望能废除一票否决权。 俄罗斯驻联合国副代表萨夫林科夫直接在会议上表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是联合国体制的基石,废除否决权将使联合国失去稳定性。 这也就是说,俄罗斯利用了其一票否决反对废除一票否决权,联合国再次被推上风浪口。 2001年,美国不顾联合国反对,打了阿富汗。 2003年,美国不顾联合国反对,打了伊拉克。 2017年4月13日晚,美国没有经过联合国同意,联合英法对中东国家叙利亚进行了猛烈攻击。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有必要动物,根本就不需要联合国同意。